三成群 sirchengi 今天我們有Gigi 葉明熙在這裡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他來到 要不要量一下高 我們應該在我們studio的門口 好像小時候量一下幾高 像抹一抹 他每次來都量一下 那一畫有沒有高一點 先量一下新高 是不是170cm 有沒有高了一點 應該都是170cm 但是 其實我今天穿了內增高 你還要內增高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你現在是不是故意拿天然面 才打算 要高一點 我也有內增高 我想說 他知道你有內增高 拿出來比拚一下 因為我今天穿的是低腰褲 如果穿一雙平底鞋 好像比例不太合 所以必須要高一點才可以 噢 即是他為了穿衣的比例 噢 襯衫而已 看來你的fashion sense 是不是增盡不少呢 我認為是 我以前不夠膽穿衣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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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妹你難怪 不夠膽襯衫 是不是 不知道高了 還大膽了 所以我平時穿衣 都是很casual 但是呢 今天呢 因為我的同事 他就叫我 不如穿下其他衣服 那我就 好吧 那我就穿了這套 噢 但穿其他衣服的意思是 這些可能是公司同事幫你借回來的 還是新的styling幫你找 還是家裡都有的 這套衣服本身是 它是預備了某一天給我穿 但是呢 到最後我們選了那一件之後 我們就沒有用到這一件 所以今天就可以穿回了 對 然後這套衣服是我自己的 那他這樣搭配完之後 因為我平時穿衣服太casual 那我的同事就說 你今天可不可以穿好一點點 解釋一下 給一堆衣服啊 嚴明 你自己搭配的話 你現在有沒有信心 其實我都ok的 如果你給一堆衣服 我自己搭配都可以搭配 見得人的 我覺得是可疑的 但是因為我平時 真的這麼多衣服 我就會 可能因為懶 我就每次都不會穿那些要搭配的衣服 我就已經穿好我平時搭配的衣服 然後再穿 而且又舒服又casual 不行的 明星的衣服只可以穿一次 明星生活真的很麻煩 因為你穿一模一樣的東西 人家都會拍你的 你明白嗎 有一樣啦 你今天是穿露腰的衣服 他經常都露腰的 對 他很青春 但是我這次好像露得多一點 就有肚臍出現 我平時不太喜歡露肚臍 因為我認為我的腰線比我的腳長一點 所以我的腰是偏長 所以我經常會把褲拉到肚臍上面 以後縮短的腰線 其實他是有些心得的 而且他很清楚自己的比例和優點 那為什麼今天你會敢露肚臍出來呢 是不是第一次見過 給我肚臍大家見 Hello 我不是吃膏的 我的肚臍也很漂亮 但是我覺得露肚臍有一個麻煩的點就是 入風 是呀 因為平時我們人是需要去便便的 但是如果你入風便便是不一樣色的 是綠色的 等等你應該吃得多菜吧 不是的 有這麼直接的嗎 我只容易肚臍 可能入風的時候 可能多屁屁 還會摺傷 竟然 你是不是開始害怕了 原來只有你是這樣 不是真的嗎 因為我每次入風的時候 都會顯露出來 這件事 所以我今天一直都蓋著我的肚臍 你有問過家人嗎 有他們就說因為入風 但他剛才說了一件蠻反智的事情 就是我今天穿露池裝 還露得多於平時 但我不斷用手掩著我的肚臍 那他就好像肚臍 沒事吧 GiGi你 沒事 拍照的時候就放一放手 就是這樣 姐姐教你 你應該帶著圍巾 那可能你去電台 或者去不同地方做訪問 坐下的時候 又不用拍照 那你不可以圍一圍 那就暖一點 不用入風 其實是 我今天搭升降機的時候 已經要落地的時候 我就說 哎呀 露肚臍露那麼多會入風 之後呢 因為姑娘她破了 她就說不如我們去買那些 維根 膠布 膠布 靠叉這樣黏在肚臍那裡 就是封住個肚臍 封住個肚臍 至於為什麼我今天會穿 那麼多條腰的褲呢 是因為其實我昨天選衣服的時候 我一選就選這條褲 但是我差不多出門口才換衣服 然後呢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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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不及去換衣服 再選另一個 所以就 這是一個教訓 沒看到Gigi不單是高了 在我們心目中 說話又大膽了 又脆了 不知道她還有沒有什麼 我們不知道的呢 接下來 你搜尋我不到 看看Gigi這次又帶了什麼 Keyword 給我們了解她多一點 好 我今次的Keyword是 吃飯的時候 嗯 吃飯的時候 剛才看她的社交媒體 她寄了一個姿勢 兩張相片 一張相片 就是她現在這個時期 吃飯的時候 她好像那條蘿蔔條 放在嘴裡咬著 好像一條舌舌褲一樣 然後小時候 她又吃了很長的三文魚 又拍了這樣的相片 即是她有這尾嗜好 對啦 但那些相片是孤掌拍的 即是孤掌 原來經常很喜歡在她吃飯的時候 即是作為旁觀者 拍她的最醜樣 最噁心的那些相片 又或者看她一條條的東西 就會放在嘴裡咬著 即是你咬著水飯 但她就咬著橫舌 但我覺得 吃飯的時候 這個字好像太廣泛 我應該是說 吃飯之前 吃飯之前 吃飯之前你會做一件事 是吧 從小到大都會 大過的時候 會不會是你身邊的人都不做 只有你自己做 可以這麼說 她不會在吃飯之前才撩牙 不是啊 我想要瘋一點 吃飯之前才拆 撩定些位置才可以放 吃飯之前才拆 可能是 吃飯之前拆 其實應該是吃完飯之後才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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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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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吃飯之前 總是要先吃零食 可能是 因為有些人很壞 很少女 明明是吃正餐的 然後又要吃零食 不知道吃生果 一定通常這樣都被媽媽罵 因為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口癢 我猜她通常吃東西之前 都會喝一杯水 不要吃那麼多東西 對 因為有些女生會怕自己吃太多 就先喝水打底 OK 我猜她應該是吃飯之前會去朗口 對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 清清過味覺 但這件事很合襯 總是覺得她 吃飯了 我先去朗口 你說什麼用這把聲音都可以 會不會她吃飯之前是先去廁所 我先有些人吃完飯之前 不知道什麼 一到吃飯之前就總是急 去清完之後 就乾淨吃了 那你最後猜到哪裡 吃飯之前去便便 好 我們三個有沒有人接近 或者中 是 直接中了 中了 是不是真的吃飯之前去廁所 是 因為我覺得美食是不好辜負的 通常我只是去一下 就算有或者沒有也好 循例 對 循例去一下 要坐一床 那之後呢 你吃東西的時候 你才不會吃到一半去廁所 因為我覺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長輩之前 跟我說過 你吃吃飯去廁所 是很沒禮貌 所以 我通常會去廁所 然後才慢慢吃飯 你吃完飯 再怎樣做都沒有問題 好像看你之前去廁所 不要打擾到中間的過程 或者坐長途車 其實我原本以為 他說吃飯之前去廁所 是為了有更加大的容量 坐就坐得舒服一點 很尊重食物 我吃光 清乾淨之前那些 然後就可以好好地吃這一餐 我也是這樣想 但原來純粹是禮碼 尊重尊重 或者你打個bino三個小時 或者燒的東西吃四個小時 即是中間 中間怎麼都會有個toilet break 其實我通常好像比較少 甚至沒有 嘩 你能忍得到的 我覺得很適合做這一行 因為不急 然後我就會 可以放心地吃東西 那或者你說 吃油膩的東西之前 或者你吃一些很辣的火鍋 那就可以喝酸奶打底 因為你喝了酸奶就可以 不會攪肚 但感覺這麼像會攪肚 喝酸奶再吃辣的東西 如果奶狀酸奶就會攪肚 辣的東西應該不會 就像有人吃牛油打底喝酒 這是誰教你 這是一個 我認為他吃東西很厲害的一位前輩 但他不是唱歌 亦不是演員 是香港的 是 那哪位前輩那麼厲害 你過這招 我想知道 因為你之前也多了去內地做事 會不會在內地一些飲食習慣 或者各樣 飯焗 很多時候有 會令你很新奇 原來是這樣的 或者很不習慣 有沒有這些呢 我覺得我適應能力都比較強 所以我又喜歡吃東西 所以我吃什麼都覺得挺好吃 有沒有覺得很棒呢 回到內地做事可以吃這麼多東西 又不會 因為通常如果那天我要唱歌的話 我就不會吃那些 那麼多東西 不會吃那些很炸或者很辣的食物 我要限制住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改變 有封口食物嗎 有 例如花生 那些 花生或者辣 不過辣的食物每個人都不一樣 有些人可能吃完之後 他就會開了 我聽說 有些反而好像 例如喝酒 前一晚喝完之後 第二天就開了聲 所以我覺得很厲害 但是你長大一點才試 但是我辣的食物是絕對不行 所以你錄音、唱Live 錄節目之前 你就會避開這些食物嗎 對 或者前一晚 而且前一晚不可以吃那些 那麼油膩或者那麼鹹的 但現在Gigi 你是不是處於那種 吃也不會肥的狀態呢 應該是吧 現在這個年紀 她又說她沒有喜歡吃東西 而她剛才說的那些 全部吃完之後都會水腫 會肥 我覺得我這個人 無論怎樣都會水腫 你已經叫腫了嗎 即是已經腫了 因為現在的時間都偏後一點 即是如果 早一點的話 早一點的話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她會處於 整天都褫脹了的狀態 尤其是我發現了一個問題 如果我把我的頭髮 即是好像我以前的髮型 是齊陰高一點 而且她不露耳製出來 即是她這樣搭著 她是會更脹 是啊 越遮越腫 但你反而將她這樣 即是好像我現在戴帽 你將她翹到耳朵後面 你就會發現她是瘦了一圈 尖了 是啊 我們下次有了7點 我不知道我們起床了沒有 即是你去到晚上的人 那些水腫就會燒了 沒錯 我覺得我認為我的大腿是粗的 我想我的脂肪比例應該是偏多 但是腰那裡可能因為我的腳是粗一點 所以… 偏得她幼一點 沒錯 喔 她真的對她的身體全面研究過一次 可能她每天都會量 例如臉型、腰腺、腳的圍堵 她全部都很了解 你一問她馬上答到你 因為她現在要上鏡 所以就算她不留意 我相信她身邊很多人會提醒她 還有我想我應該沒有我以前比賽瘦 即是星期五傳奇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不知道是否因為壓力 或是怎樣 所以令到我其實吃東西偏少 尤其是一唱歌之前我就不願意吃東西 然後令到身形比現在更瘦 然後晚上我才會吃一點點東西 吃完到第二天 又可能要再去做比賽的東西 然後就如此類推 一直在循環 令到人的抵抗力不算太高 那我姑掌馬上有沒有出手 即是她現在會開始… 或者準備好一些小食也好 什麼蛋糕仔 一肚子餓就 Gigi 吃東西不要我 叫肚子餓 她有沒有做這個角色 姑媽會燉東西喝 但是吃東西方面 即是如果她給我吃 我自己不願意吃 她都逼不了我 但我還是覺得她其實在發育 她不是說什麼胖什麼瘦 她一吃東西她會發育 標高這樣 總之她現在吃東西是應該的 對 是應該的 而且我覺得現在也很大壓力 雖然不是比賽 你想想她又要工作 又要讀書 接下來又要考試 又要經常應付我們這些… 阿叔和阿姨 每天都充滿挑戰 三成群 水箱戰 繼續有Gigi 艷美希在這裡 對 今天為什麼你不用上學 話說話 因為我們現在處於一個 study leave的狀態 即是準備要去考DSE 沒錯 要迎接她 你緊不緊張 其實要考這個試 其實一開始會有點緊張 但是你想一想 其實你緊張 你還是要繼續考試 我就說 打一個比喻 就好像你上台很緊張 但你也要繼續唱 這樣跳 大將之鋒 即是見過大場面 她可以跟DSE考生分享 雖然她也是DSE考生 不用怕 我有什麼要封我沒見過 見過大場面 都跟她這首歌有點相配 她的歌叫大開眼界 是不是都有這種含意 在當中 就是你開始看的東西 越來越多了 都可以這樣理解 但是你也可以理解為 一個人離開了一個狹窄的空間 去到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用自己的視覺 去觀察所有的東西 你覺得自己是不是 現在就是進入這個狀態 我覺得 從比賽那一刻開始 我就好像已經是這樣 還有一些 當你 想心一塵 其實這件事 應該不做好過做 會想很多東西 或者有時候跟別人說話的時候 當我說得很直白的時候 可能別人覺得沒事 然後我想心一塵 好像會傷了她 即是 我剛才不應該這樣說 對 你就會覺得不說好過了 總之不告訴你 她穿了一身的鞋子 就是這樣 很後悔 很後悔 原來她穿了我 但完全不覺得 對 我們有陰拒了 其實她根本就沒有這樣想過 但這樣會不會令你 很Hold back 即是好像有些東西 沒錯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跟這首歌 雖然我不是那首歌的女主角 但我是以一個龐八的身分 說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會跟她 跟女主角 在這首歌裡面的內容 有少少聯繫 因為 我本身是一個 不太表達的東西 但我平時都會想很多東西 然後用自己的看法去看這件事情 或者如果我跟那個人熟了之後 我就會毫無顧忌地說出來 但當我一開始 不太熟悉 我試探她的時候 我就會很害怕我說錯 然後令她不開心 例如補習 她跟我補了很久 她應該很累了 我說 你不如先回家休息 我們下次再見 她又馬上離開 然後我就想 我會不會說得太直白 好像趕走了 對 好像一播完集就行了 你走吧 沒你的事 好像用完人家 就叫她走 過橋抽辦 我就會很害怕 你都想了很多事情 對 以你這個年紀來說 你剛才說的 是你真的這樣表達 你是不是很累 如果你累不如你先回去 你是這樣表達 你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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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是你不如回家休息 你不如走 你不如退下 你不如退下 我站在門上 開著 你不如走 我就會很懊惰 依然這種性格 在這一行 會令你越想越多 可能會轉到一個死戶童裡 對 因為你一天要對那麼多人 說那麼多 對 所以我覺得我很煩 但我覺得如果你想得不夠多的話 就很容易做錯事 對 或者得失了人自己 都不知道 我覺得要拿一個平衡 就是 會不會在工作的過程中 有試過一些誤會 例如我們一大班 crew 可能你是拍你 可能突然有一個人 拿水給你 你說了一句 然後他什麼都沒有說 轉過來就離開 你會不會又想 糟了 是不是我剛才有什麼 令你這麼開心 還是怎樣 我是不是沒有說 麻煩你 我是不是沒有尾音 會不會有這些誤會會出現呢 因為我說話比較小 經常 所以 我就可能說了麻煩之後 但他又可能聽不到 就像你這樣說 轉著臉走了 他會不會覺得我很沒禮貌 但其實我已經說了麻煩 我就會很擔心這些事 送了大聲鼓給你 下次 不是啊 那些老師那些 掛腰那些 我覺得他只是錄下他 錄下麻煩 在電話裡有什麼事就按出來 但以我的想法 你這樣做 又可能會說 你連一句麻煩都不說 他會不會說 救命 他可以無限 無限聯想 不過如果你是拍拖 我都很煩 他如果同一個性格 放在男女相處上 是不是可以很煩 他會是弱者 他會是不停被人欺負那個 你覺得如果你拍拖 你會不會想那麼多事情 他可能會送我回家 對 他是不是已經不喜歡我 他平時會嘻嘻笑的 他沒有餵我吃飯 對 他沒有餵我寶寶 他沒有在廁所外面等我 他沒有餵我餵我 你覺得如果你拍拖 你會不會是這種 胡思亂想的女朋友 我覺得會 但我希望我不會讓他有壓力 很難 而且你胡思亂想的時候 狀態是怎樣 應該沒什麼樣子 應該 你想想還不胡思亂想 一沒什麼樣子 那些男人就會覺得 有發脾氣 對 然後他會問你有沒有事 沒事 我們不要這樣灌輸 愛情黑暗面 說回工作 我不拍拖了 但因為普遍 譬如你寫這首歌 《打花眼界》 平時是《入雲》 然後偏監是《蘇道》 至《阿道》 作歌是《Jamie璋》 應該沒有這些溝通上的 錯誤或是煩惱 其實他教了我很多 在這首歌裡面 因為之前我們已經 有合作過一次 這次其實可以說 比上次有默契一點 還有 有時候 我想他教我這首歌裡面 是用的位置比較多 反而如果是感情上面的話 其實我應該領不到這首歌 是說什麼 到之後他再補充 還有今次的曲是《Jamie》 之後《慈禮約魂》 他們都是女生 所以今次這首歌 比較偏 以女生的出發點角度去進發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是挺有意思 好像說 如果在一個愛情裡面 其實這個女生一直都在牽奏著一個男生 但是那個男生他不知道 例如那個男生很喜歡騎摩托車 那個女生其實很害怕的 他又為了他願意坐上摩托車 他們一起去兜風 所以其實那個女生是為了那個男生 付出了很多他很害怕的事 但是那個男生可能是 那些大情大性的性格 他未必意識到那個女生 可能那個男生本身已經是很渣男的感覺 那女生會不會 那女生會不會想一下 他付出了那麼多 而那個男生都不知道 會不會去一個更加離開他的世界 去自己 或者去其他世界去看多些東西 會更加好呢 因為這次是他第一次拍拖 這個設定是第一次拍拖 一個A0的身份去取一個A1的故事 相差都沒有那麼大 近一點 沒關係 他之前已經說過 他選擇很多情歌唱 他都可以有幻想 他不需要真的拍拖 加上他現在又說不想 很害怕拍拖 我們說完所有東西都會怕 我們每次上來都要扭曲他的愛情觀 好像 我拿回倒數鐘出來 你那個可以 那是行人 我們上次說完 你今天沒有拿倒數鐘出來迎接他 對 搞錯 小弟不走小弟不走 你不要胡思亂想 我真的忘記了 他不是不重視你的 他真的不熱愛的工作 要抵鬧這些抵鬧 退下退下 你累嗎?你回去先睡吧 我想知道你剛才說的那種容易亂想的性格 或者去揣摩別人的意思 甚至是揣摩別人怎樣揣摩自己的意思 在錄歌或者做音樂的時候會不會發生 還是跟監製溝通上 或者跟音樂人溝通上 就很直接了 不會鼓來鼓去的 我會比較直接 因為始終這個是作品 我們大家都希望作品是好的 就是我本身唱 就是入錄音室唱之前 我就已經會想定一些地方 應該怎樣處理 但如果我自己選不下手 是怎樣處理的話 我就會被他選 我說這個好一點 還是那個好一點 還是這個好一點 還是那個好一點 還有如果我唱得 可能沒有那個感覺的話 監製也會提出 這個好像不太好 不如我們改一下怎樣唱 如果調整是你不認同監製呢 你通常會怎樣處理呢 我會先問他 最後我真的堅持不到自己的立場 或者我覺得有道理的話 我就會跟他的做法 如果沒有道理呢 他是亂來的 你覺得真的不是這樣 我覺得我的方法才對 要高16度 你高8度不夠 大家的審美都不一樣 例如我自己聽 其實我聽回《大開眼界》這首歌 我自己會覺得自己唱得很難聽 尤其是那些混音 因為我現在開始學著混音 但我其實還未開發 什麼叫混音 你可以理解為有真聲有假聲 所以也會有混聲 但他聽起來會好像真音 即是《大開眼界》裡 你就有運用到混音那個 混聲那個技巧 但你覺得自己未算是掌握得很好 沒錯 那你聽回自己這首歌 會拿著拳頭 既然你覺得自己比較好 我會夾腳趾 緊張到 即是問這個又是什麼習慣 夾腳趾 真的很尷尬 你會夾腳趾 不是 看腳趾抱著 他不是可以夾腳趾 就是收縮收縮 沒錯 就是這樣捲起來 很可愛 如果真的很尷尬的時候 會這樣做 那你出席大場合 還怕自己緊張 你才不要穿涼鞋 就會看到那些腳趾 即是只拍腳趾 很容易被人看到 還有《漁樂新聞》 會有些挑剔的 可能由腳趾專注 才慢慢升上去 好像是 為什麼是鳳爪的樣子 應該是很鮮定的 是腳趾出事 但你說你自己聽這首歌的時候 你會尷尬 那你會不會拿給朋友 家人聽 對 還有怎麼辦 你怎麼放棄之後 你滿意 你有沒有提出要再錄一個 有 不過 我只是說大家的觀點 角度或審美不同 阿道就覺得幾好 還有 他說這首歌 他會重複聽 還有他老婆也很喜歡這首歌 我就很開心 你說我都會重複聽 不過我重複夾他的字 是比較快 是比較快 是不是還沒聽過這個聖線的自己 是啊 其實又不是 我覺得做得不夠好 但是也有個監製前輩說 其實有很多歌 你之後再聽回來 都會想做好一點 但是你沒可能這首歌 你錄完之後 下次又再出個版本 所以他就說 要做當刻最好的自己 那你現在聽回自己舊的作品 會不會夾腳趾 呃 好像習慣了 還有你們說 還有你們說 會不會被親憑戚友聽 我不會 但是他們 他們自己會聽的 他們會找出來 當然 然後丟到那個 那個 家庭group 我就 又夾腳趾 不敢照夾他們腳趾 用筷子夾 他們是正音 但是那個前輩說得對 就是你永遠在那一刻 就是比最好的自己 還有好像有一個 我覺得有一個 目標 就是那個目標 對 目標就是我唱Live的時候 又可以再加一些新的東西 或者做得更加好 我就是希望可以做到這個 還有有一個監製 我試過也有跟某一個監製 合作過的時候 他反而會先選我情感 無論那個音可能是唱錯了 或者可能離開了 他覺得情感是 那個feel 對 那個feel很重要 你說那個音是可以倒閉的 但是那個感情 如果叫你再唱多一次 你未必可以唱到 還有倒閉不到的 那個感情是 感情是內在的東西 你可能說 調適合他 音就可以調到 在program上面 所以 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半是情感 有一半是技巧 因為有時候 你情感過了 但是你唱的東西 可能離開了音 其實都不行 所以 真的要EQ和IQ同時存在 那些要混Q 好像混音 你這樣混完之後 你就可以更廣闊 就是這樣 他真的 好像覺得你inspire了他一些東西 他下一個訪問就說 有一個DJ的前輩 又妨礙 有一個DJ的前輩 有一個DJ的前輩 其實應該年中也有不少前輩 都會 給你意見 即是塞肢進你的袋 沒錯 我覺得他都 但是他都 個人 很售假 是啊 很謙虛 好像每個前輩跟他說 他都記得 他都點頭 今次聽到這個 主意覺得可能在技巧上 他覺得未完美的作品 但可能情感上 很重 很度 可能期待下一次 如果他在直播的時候 他會怎樣表演 還有最重要是看他的腳趾有沒有夾 他一邊夾一邊唱 他如果夾他就未滿意 好像好詞 但是我覺得樂迷都可以 給予Gigi的 宣傳這首歌 可能你就要閉關一陣子 避戰 要避戰 希望你考過好事 然後繼續唱歌 好 感謝完美希支持 謝謝 謝謝